好 只要拿到舍利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陆臣兴奋的拍了拍大腿 普新汉手攻身 恭喜道 恭喜沙族 若是能够拿到佛尊舍利 沙族便能进入玄境山 寻找主人的佛体了 说到此处 普新为之伤感道 若不是普新无能 在佛界待了无数岁月 也不能找到主人的佛体 此事也无需杀足费心了 普新 陆臣文言扫过普新 安慰道 这与你无干 大哥的佛体身在何处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你为本座坦查千载 搜遍了佛界 已经是劳苦功高了 可是普新一直不能肯定 主人的佛体就在玄境山内 若是佛体不在 又让沙族深入险境 出了什么事 普新就愧对主人的栽培了 普新的佛法是朱焰亲身相传 其上一代的师尊早就生死 而普新一直继承的便是留在佛界 等候沙族的密令 陆臣颇为赞许的看了普新一眼 说道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佛界虽大 但我等未设计的地方 就只有玄境山 佛图城的老巢 以下的事交给本座便可 你上去保护好自己 有朝一日 袁煞保令文士 便是你离开佛界 追寻本座逍遥仙界之时 听着陆臣极为肯定和自信的语气 普新为之一阵 顿时败倒在地了 一切听从沙族法旨 好了 沐云摩塔之行 何日开始 七日后 难问会带所有人去沐云山 好 恰好本座的道前径达到了六级巅峰 七日之内 本座一定要达到七级 七日后 晨起南陀山 逢尘时 烟霞飞举 浓雾参天之际 一记红亮的红钟 在远山深处 轰鸣响起 嗡 自第一记红钟响彻 群山之间 那盘坐在大山内的大佛 皆是同一时间 睁开了眼睛 随后 那红钟持续响彻 整整响了九计 方才停止 紧跟着 一座巨大的酒莲宝台 从佛殿之顶缓缓飘出 难问佛尊正居其中 朴月 朴欣 朴虹 共作其后 再之后 便是空巷 杜墨 静善 明镜等 通过了佛印天街的一众 助持高手 最后才是陆陈 九宝连台从佛殿穹顶飞出 不予停留 转而化成一条长红 飞向佛界中心 数日后 佛界覆地 一座黑云笼罩的 鳄山之顶 九宝连台 缓缓停下 浮云掠过头顶 众人仿佛听到 灵魂在哭泣 鳄山摸云下 一座巨大巍峨的圆顶宝塔 耸立在山脉之中 犹如一只晴天巨柱 笔直地插在天地间 此塔高达数百丈 别看只有九层 每一层的塔身外墙上 都刻满了繁复博杂的经文 饶是如此 本应该散发出浩然的天地正气的经文 还是被一股浓重的魔气包裹住 很难散发出其应有的庄严和正气 逆仙气 陆尘一打眼 便看出此塔的本质 此塔竟然是一件逆仙气 还是空间法宝 黄林也在默默地注视着摩塔 表情里布满了凝重 森然庄重的外形 通体天地精金打造 砖瓦琉璃上被贴满了仙幅 最差是黄品 越是靠近塔顶的等级便越高 四层以上 基本上都是圣品的 在圆顶的尖端 一张迎风飘舞的大旗 被凛冽的寒风吹得烈烈坐下 那张大旗很大 好像一张金色的巨帆 陆尘仔细看了两眼 赫然发现是一张未接达到了神品的仙幅 神品八级幅 万路佛印 基督剑中 黄灵惊骇地站起身来 两只拳头紧紧地握住 因为过分的激动 而不停地颤抖着 许久都不能平静 陆尘虽然不知道 万路佛印是什么 但神器八级四个字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闻言之下 跟着震惊了起来 神品八级 这里面到底在镇压着何等大魔呀 居然用到如此恐怖的仙幅 哼 我怎么知道 黄灵目不挟示 借着寄都剑与外界的联系 死死地盯住那飘扬在冷风中的巨大仙幅 说道 似乎我以前听说过 即使厉害 便是九七先帝高手遇到 也要比起三分 由此复作证 里面就是九级大魔 也要老老实实地待着 老夫手上有一门恐怖的阵法 至今没有完成 就是因为少了两张这样的俘虏 其中一个是妖界的大猎王兽业 另一个就是佛界的万路佛印 否则将六道大印阵置于 逆击沙昆阵中 别说是你了 小子 就算是仙界朱棣到此 都要给我过一下听令 黄灵又说 这两道仙服 未接神品八级 整个仙界也只有各有三张而已 就所知 佛门的其中一张丢失 另一张因为对腹中大魔用掉 想必这是第三张 他转过头 盯着陆尘用着警告的口吻说道 小子 我不管你究竟跟佛门有多大的仇恨 这一次一定要听佛徒成的话 绝不能上第九层 沐云摩塔 此塔中一定镇压了一个局势的恶魔 王林咬着牙说道 与此同时 他的身影不断的变得虚幻着 而陆尘也听得浑身结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心中生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之感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黄林来提醒 沐云摩塔上的神品八级仙服 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了 陆尘沉着的点了点头 脸上闪过前所未有的凝重 此行的目的是佛尊舍利 我不会上九层 知道就好 我可不想跟你死在一起 黄林低语着 倒是没让陆尘听进去 正当这时 三座九连宝塔自东西北三个方向呼啸而至 每一座连台上都盘坐着数人十数人不等的大佛 每个人都穿着九宝袈裟 分明就是佛界珠门的各司住持 难问眯起眼睛 目光如流星般闪耀 扫过来此的三大佛尊缓缓从连台上站起 与此同时 陆尘等人也跟着肃然起敬的面对三大连台 金光缭绕的巨型九宝连台上 四大佛尊腾空而起 纷纷射入高空 法云随手招出 四人分向四个方向 分别盘坐了下来 身形于空中不断放大 发像幻化 陆尘看了四大佛尊一眼 只觉得天空中弥漫的魔气正在逐步的消散 心中便已了然 这法像幻化 可不是四大佛尊为了彰显自己高人一等的手段 而做出的高傲之为 他们是为了让这漫天魔气不会干扰到自己 甚至厌恶到连魔气都不想碰上一点的地步 所以才如此 而随着四人的身形 长到近九十余丈高 变成四尊顶天立地的大佛的时候 四人也停了下来 满尾师弟 东手法云上 那名佛尊淡淡出声 看似嘴角微起 但传出来的声音 却是在方圆数十里内滚滚回荡着 下方幽谷受到佛音影响 顿如天降神雷 轰鸣响动 可见其修为已经达到了可以影响天地变化的地步 东叶师兄 那东手法云上的大佛 正是东陀寺住持九级佛尊冬夜禅师 四四住持修为相聚不大 但唯一冬夜最为强劲 九级佛尊的境界 半只脚步入了地级殿堂 其余三人 排行老二者乃是西陀寺住持 西厄禅师 第三是南位 而第四也是一名八级佛尊 法号北难禅师 四人法号皆是由佛帝亲赐 以佛帝马首是瞻 四大住持会手 相见融洽 对着那沐云摩塔凝望片刻 冬夜禅师发出一声洪亮的佛号道 沐云摩塔的摩器又加重了许多 看来有佛尊舍利也镇不住他 只一句说出 不难说明四大住持是知道 这塔里镇压着什么的 而他们毫无顾忌 也仿佛在提醒着 到此历练的诸多大佛 要小心为上 难问三人沉默不语 到了这里 基本上已经不需要他们说话了 一切由冬夜禅师负责主持 冬夜把视线收回 放在四座巨大酒宝莲台上的 数十天佛高手 忽然目光停在了陆臣的身上 你怎么有个七级的天佛 见到那连台 冬夜看向南问问道 南问师弟啊 你的弟子中 竟然有人在没有达到九级天佛前 就可以攀登上佛印天阶 实际上 这次选拔是佛弟为了再上佛界 多添一名佛尊而做的决定 而成为佛尊 最快的人选 正是有着九级天佛的各自住持 沃尔佛弟将台阶设得很高 九百九十九阶的佛印天阶选拔 让佛尊高手故意提高了难度 在佛弟看来 论佛法和修为 没有九级归真天佛的境界 绝不可能登上天阶 他们哪会想到 陆臣这个变态来到了佛界呀 南问露出一丝苦笑 心里正琢磨着怎么回答 这是 希恶禅师失声笑道 南问师弟呀 想必那位正是近几十年来传闻中的袁煞吧 南问先是一恶 而后面带蕴色的摇头一探道 西恶师兄也听说了 这时 北难察言道 南问师兄请无拐 其实袁煞蛇战三尊的事已经传遍了佛界 现如今 袁煞的威名可不小 仅仅次于我等三人之下 就连我们下面的佛尊都被比了下去呀 东叶这才皇上 原来是他 南问老脸一红 说 东叶啊 西恶两位师兄 被难师弟 唉 是劳纳管束不立 此人在明镜经阁 送经进千载 不料想让他悟出心理 参出心佛 其大道来自过去 未来诸事三本 基础佛源极其深厚 不是劳纳无能 而是他的佛根一定啊 想必只有佛地 才能改变他的想法了 哦 这么厉害 三大佛尊虽然听说过 数十年前南陀寺殿一世 但都是道听途说 过后也没有特意询问南问 此时听来 皆是大吃一惊 三人知道 南问佛理不在三人之下 连他都动摇不了 陆尘的佛基 也只能佛地才会做到了 师弟啊 此人修得何佛 东叶问道 南问打了个佛号 说 阿弥陀佛 应是大自在 大逍遥道 怪不得 众人听完 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北南唏嘘道 古有天佛论诸事太长 上天神佛无数 为大自在 大逍遥佛性 介乎佛魔之间 其心说不定 异定 而定 之则是 故我失比 永不会想到他人 完全凭一人喜悟行事 是逍遥故 匪难总结出来的 是大自在 大逍遥道的 高深佛里 南问听着摇了摇头 说 他与大自在 大逍遥 还有不同啊 有何不同啊 南问说道 大自在 大逍遥 固然裂根有枝 但修辞道者 大多性情温和 随意 谦逊 而袁煞 说到陆尘 南问的目光都是一定 缓缓移至陆尘身上 不自然的闪过一抹力气 此人的大逍遥 狂 傲 天不可服 若是论裂根 饶是魔也无法相比啊 冬夜四人紧紧的盯着陆尘 浑身上下冒着寒气 大逍遥狂道 前所未见 不知是福是祸呀 稀恶禅师神情悲怅 似乎在犹豫不决 冬夜眼见着三人 力气一声 双手合十 佛光闪现 将三人的杀气压制了下去 说道 舍利盛会 不容出现意外 此人的佛法 究竟是否会走出歧途 依未可知 咱时先观察他一段时日吧 感受着冬夜无边佛法的度念 三大禅师羞愧地低下头 若说力气 刚刚三人所表现出来的 岂会比陆尘的狂向差多少啊 走吧 说一下规则 让他们进墓云摩塔 冬夜嘀呼一声 踏着金色的法云化作长红 飞向下方 陆尘等人正赞叹着摩塔的辉弘 眼见四大佛尊降临 顿时流露出敬目之情 纷纷退后 汉守失礼 参见冬夜佛尊 冬夜的佛像无比巨大 顶天立地 站在众人面前 让他们感觉到极为的渺小 冬夜的目光 只在陆尘的身上一扫 便不去理会 朗声道 此次舍利盛会 是尔等福源 然舍利只有一颗 谁能成尊 全凭尔等的造化 这次规则很简单 他虚拖大手 挥出一道金光 将摩塔笼罩 仿佛一束金柱 射在了摩塔的正门处 法云腾空而起 在森然的大门前落定 露出两座硕大的佛像铜雕 法像庄严 散发着浩然的天地正气 从此门而入 此塔共分九层 出第九层不得进入外 八层佛坛上就摆放着佛尊舍利 何人取得并能出塔 便是最后胜出者 于后自寺内炼化 并可修大佛禅弱心经 造化使人 为我佛度 而等 可是清楚否 众人听闻 皆是升起雄心壮志 即使之前已经从各寺内 听说过此类的奖赏 还可以修炼大佛禅弱心经 此刻从冬夜的口中到处 也甚是激动 弟子清楚 众佛不约而同的齐声回答道